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个故事的包装下 张晓慧成了男人害怕 女人责骂的可怕对象 人人静而远之 望而生畏 但同时 她美艳的外表和神乎其神的故事相结合 自带神秘感 让人不自觉地想要亏切和了解 张晓慧很性感 这种性感是中国人很少有的 举手投足皆妩媚 女明星都在追求白又美 只有她斤定地说 女生要圆润点才好看 至始至终 她都坚信这个信念 无论何时面对镜头 她就是微微带肉 没有故意减肥 但同时 她又有一股纯净的气质 看过她早期视频的人都会被视频中黑色长发穿白色裙子女孩所吸引 那样的简单和舒适 神色温柔 钟振涛当初也抵挡不住这样的魅力 她曾当着鱼记茶小新的面 甜甜喊张晓慧小白痴 她年纪比我少 皮肤白雪雪的 幼年人不是小白痴吗 张晓慧的出名和钟振涛分不开关系 她后来招致的耿拢骂名 也与这段婚姻有关 当年还在读书的江大小公主在朋友的介绍下 认识了正在江大公演的温娜五虎成员之一的钟振涛 两人一见钟情 坠入爱河 热恋不到三周 便决定结婚 和当年的顶级香港小生恋爱结婚 让这个素人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 此后她的身份背景奢华作风 皆为媒体笔下的新闻 他们的婚礼办得很盛大 据说钟振涛耗资130万布置的 钟晓慧婚礼当天穿着的婚纱 则是请英国大安娜王妃的设计师设计的 价值13万港币 这件婚纱亦成为她日后奢华诚信的证据 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 她那天的高调只为了满足内心的虚荣 在钟振涛当红时 养一个张晓慧根本不成问题 然而他们遇到了经济萧条期 钟振涛工作锐减 收入大不如从前 于是张晓慧就成了一个有缘罪的女人 大众和媒体喜欢把所有怨气 归结在女人身上 古代王国是因为红颜祸水 如今钟振涛破产 则是因为被张晓慧买垮 被买垮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实际上是他们投资房地产 遇到08年的金融风暴 一夕之间从负赢变成负债 那年垮的不只是钟振涛 还有很多位香港富豪 可最后张晓慧成了让男人破产的元凶 破产离婚之前 张晓慧和钟振涛的婚姻已经亮红灯 张晓慧不止一次被拍到和白头陈 陈耀文在一起 陈耀文和谢贤是同期艺人 在粤语片时代曾担任过两部剧的男主角 不久便下海经商 靠制衣业起家 风光使是七家公司董事 张晓慧对外后来承认 他和白头陈在一起 这段关系说起来颇为复杂 其中牵扯到五个人 两段婚姻 当时陈耀文也是已婚身份 妻子是名模钟碧泽 传闻还是张晓慧的闺蜜 后来发生了重蜜下的钟碧泽 出来指责怒骂张晓慧 介入婚姻的事件 而钟振涛也因为范姜的加入 让这段五角恋变得更加朴朔迷离 至今他们对这段感情的说法 还是各有差异 钟振涛多年后出书 仍旧对此纷纷不满 他坚持张晓慧的出轨 让他伤心欲绝 张晓慧则宣称 他们的感情早已出现裂痕 后来彼此默认 各自发展各自的情感 也因为有了这样的前提 他才斗胆这么做 而且两人也分房税许久了 08年的金融风暴 不只让钟振涛破产 同时也波及到陈耀文 他便是他们投资担保人 那时张晓慧和钟振涛的负债 高达2.5亿港元 钟振涛和陈耀文 都因无力偿还而申请了破产 而张晓慧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看到了这笔债务的利息算得不对 于是坚持走诉讼程序 和债主对捕公堂 最终打赢这场官司 法官判定的实际偿还金额是250万港元 虽仍是负债 但和之前的天价相比已经轻松许多 然而外面的人不知道 有了钟振涛和陈耀文的破产新闻在前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晓慧也同样破产收场 港媒喜欢看富豪美女落魄的模样 偏偏张晓慧依旧名牌服侍在身 面对镜头自信而淡定 于是这成了另一种罪恶 凭一己之力把两任男友买破产 自己仍旧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没有和前情人共同跌入谷底 就是罪大原罪 虽然打掉了绝大多数的债务 张晓慧的生活依旧不好过 他不仅要面对剩下的债务 还要赚钱养自己和孩子 他估算过但是生活费每月就达4万港元 就像艺术小说连女主角 一直仰仗的另一半突然消失不见 没有收入来源的女生 终于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了 面对生活压力 他开始执笔写作 台湾的杂志老板与他是旧友 为他开了一个专栏 按篇算稿费 每个月要写几十篇 同时进行的是他的买手事业 谁曾想多年花出去的钱 会在他最低潮的时候 成为他赚钱的机会 一家和他关系很好的银行 在他欠债后 还是给他留了一张信用卡 张小姐这张卡留给你 其余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靠着这张卡 他为别人带货买服饰 从而赚回一些钱 于是他从小品味剧家 对世界各国的奢侈品了如指掌 又了解各种购买渠道 于是成为靠谱又让人信得过的买手 大家对他态度很复杂 一边私下骂他狐狸精坏女人 一边又不由自主地关注着他的衣着品位 把他当成时尚榜样 买他同款 买手的生意让他意外找到一条赚钱的路 不久后他开了一家买手店 白天开店进货 晚上回家写稿赚钱 每天工作二十小时 那段时间每天紧睡五个小时 将全部精力全都放在赚钱上 后来他在公众号上写道 睡眠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性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睡眠不足而产生的亲身感受 哪怕再累 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总是光彩照人 战役加深 其实一个美女 如果表现得可怜兮兮 是很容易拉回一些同情分的 观众天然地愿意分给一个弱者 一点同情 但他从不哭泪 也从不哭穷 更不为自己辩解什么 只是留下了一句著名的张晓慧语录 过去的就过去了 我不想带着以前的事情离开 我准备将我所有的简报全部烧掉 我这个人一直都是穷风流 所有关于张晓慧的新闻 大多指在了他离开香港以前 一部逃色和卖掉家当的新闻 给大众造成一种落魄妖女的假象 实际上他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大家想象的不顺 凄惨 甚至要比他的前任们混得都好 他只身前往好莱坞和明岛 奥利福 思通合作了电影W 甚至他还是此片的监制 港人还在无休无止地谩骂 她是落魄坏女人 自有天收的时候 她在好莱坞过得风生水起 她演戏投资好莱坞的一些制作 还暴读了戏剧课 课程长达七年 她的老师有李奥纳多和Larry Moss 她要负担儿子在美国读贵族学校的学费 同时还要维持自己相对奢华的生活品质 她的人生从未让自己过得不奢侈 哪怕是最低调的时刻 为了维持这份生活 她可以忍受一天工作20小时 可以6点起身写作 也可以从早上9点到晚上12点 都在练习台词与表演 微信公众号星期以后 因北京朋友的邀约 她开了一个公众号 在国内沉寂多年以后 让国人重新发现并关注到她的 是她的文字 在这个公众号里 她写的是她最擅长的时尚物品 文字之细腻 足以让任何一个时尚大号考边站 多年的文化积淀 在一字一句中净显出来 她把口红的颜色形容为 像被牙咬掉的beat lips 还说这三种色系都能分别达到 似有若无的唇妆效果 呈现粉嫩自然的嘴唇 是不是很美 只有真正爱物的人 才能做出如此美而神秘的形容 她一直被赋予了拜金的标签 而这些细致入微的文章 却让她变得更加立体 那个置入无数说制品的女人 是因为懂得所以买下的 是因为懂得所以买下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森